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秀杰主持的天高海阔 我们一起来天高海阔讲新闻 这两天有关美国总统大选 特别有关川普大家提了很多问题 那么有一位观众朋友说 川普跟这个2025计划到底有什么关系 可能很多人不了解什么叫2025计划 我们简单的说 2025计划呢 其实就是美国一个保守派智库 他所提出来的一个 未来美国变革的一个方向 这个2025计划呢 非常的激进 我不能说他是改革 他就是革命 以我个人对政治的观察呢 我个人认为 大家永远不要相信什么革命 革命永远没有好结果 只有渐进的改革 才会让这个社会不断的进步 这个2025计划呢 它里面有很多非常激进的政策 那么他跟川普有没有关系呢 简单的说没有关系 他是一个保守派智库提出来的 这个保守派智库呢 过去经常支持川普 所以现在民主党和一些左派媒体呢 就把这个2025计划跟川普结合在一起 欺骗美国的选民说 你看川普如果当总统 这个2025计划就是他的政纲 所以呢 川普会把美国带到一个灾难的一个局面 这个2025计划 川普讲得很清楚 他在社交媒体上特别针对这个发布 他说我完全不知道什么是2025计划 我不知道这是谁策划的 我对他们所说的部分内容并不同意 他们所说的部分内容实在是太过荒谬又糟糕了 我祝福他们 但是我和他们完全没有关系 这就是川普的态度 那么我们讲到川普在今年越来越有可能当选为下一届美国总统 川普在今年再次得到选民的支持 如果胜选的话 今年的川普跟2020的川普 跟2016的川普有什么不一样呢 其实恰恰正是因为我们今天看到了川普 跟2020年的川普有不一样地方 也有一样的地方 所以我认为川普在今年胜选的几率越来越大 那么川普到底有什么一样的地方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今天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 我个人觉得川普的政纲基本上没变 而川普的政纲呢 也折射在共和党刚刚提出的一个党纲 新党纲的草案 我们来看这个新党纲的草案的内容呢 或许我们可以知道 川普跟过去有什么一样的地方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等一下我们再接着聊 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 有一个党纲委员会的小组 通过并且公布了党纲草案 这个党纲草案呢 要在7月15号到7月18号 共和党在密尔瓦基的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大会上通过 才成为正式的党纲 这个党纲跟以前的党纲相比呢 共和党的新的党纲草案呢 只有16页 现在的旧的共和党的党纲呢 是在2016年通过的 有66页之多 非常永长 那么2020年呢 共和党没有通过新的党纲 这次共和党这个新的党纲的标题呢 就是让美国再次伟大 副标题呢 就是献给被遗忘的美国男女 在英文当中啊 一般会用男男女女来代表每一个人 但是我觉得共和党这个副标题 献给被遗忘的美国男女呢 我看的觉得不错 但是在民主党看来呢 应该是政治不正确 因为在民主党的男女的标签当中呢 不但有男和女 还有男男女女 男女男女男女 反正二十几个性别认知 我们只能说这个共和党党纲的副标题 它所说献给被遗忘的美国男女 它指的是献给每一个美国人 或者是每一个美国的选民 共和党在新的党纲当中呢 有一些重点 比如说重建军力和盟邦的关系 大家注意和盟邦的关系 这是共和党和民主党最不一样的地方 而民主党一直批评川普搞坏了跟盟邦的关系 那么到底共和党的盟邦关系要如何建设呢 等一下我们跟大家来具体看一看 但是重建军力和盟邦的关系 目的是什么呢 这个目的就是对抗中国打击恐怖主义 你看今天在共和党的党纲里面 对抗中国和打击恐怖主义已经变成了同等的话题 并且对抗中国摆在了前面 这个党纲当中有一些具体的措施 包括在经贸上要取消中国的全面罪汇国待遇 这对中国的经济的打击 可以说是个毁灭性的打击 这里边还包括很多一些具体的内容 还有禁止购买美国的房地产和各项产业 我想这里边所说的禁止购买美国的房地产和各项产业 应该指的是跟中国政府有关的公司 或者有关的人 是不是禁止每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包括有美国绿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在美国购买房地产呢 我认为不会 他指的应该就是跟中国官方 或者是中国共产党有关系的人 防止中国的汽车进口美国 总之这个党钢草案有十个要点 这里面从通货膨胀到贸易不公 到边界问题到移民到女性堕胎问题 通通都涵盖了 这个党钢基本上就体现了 川普在2024竞选美国总统的一些政纲 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 7月15号到7月18号召开 那么除了确认川普成为提名人之外 还要通过这个新版的党钢 所以这个新版的党钢 在今年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 它已回到一般常识的简单文字说明 当中包括了一些 我们刚说的击败通膨等十大议题 用这些简单的话语 让选民更加理解 理解共和党接下来 要把美国带到哪一个方向 那么在这个党钢当中 有几个重要部分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首先是经贸部分 就是美国的经济部分 这里面集中在党钢当中的第五章 共和党的总原则是 坚守美国优先的经济政策 致力于贸易平衡 那么如何才能把美国的经济重新振兴 如何才能致力于贸易平衡呢 在这第五部分总共有六点 我们来看看第一点是支持对国外进口货品 增收底线关税 回应不公平贸易 我们知道在全球一体化的浪潮过程当中 什么打破贸易壁垒 大家自由贸易 在这个一体化浪潮之下 美国可以说对外国进口的产品 特别对来自中国的工业产品 基本上增收一个非常低的关税 所以大量的中国的廉价的工业产品 涌进了美国 从市场上来看 确实美国民众在这种浪潮之下 买到了更加便宜的物品 很多工业产品都是在中国制造的 你在美国买的任何一个产品 你翻开来看 可能80%以上都是中国制造 这种让消费者获得廉价产品 是一个正面的现象 但是反面就是 美国获得了廉价的工业产品的同时 美国的制造业大量流失 美国的制造业的岗位大量流失 美国出现了铁锈带 出现了大量的失业人员 如果一个人失业了 仅仅靠社会福利生活的话 那么中国的工业产品再便宜 对于他们来说 想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准 这变成了一个不可达到的目标 所以在共和党党纲里面 或者说川普未来的政策当中 特别提到了 对外国进口的货品征收底线关税 回应不公平贸易 所谓的征收底线关税有一个前提 有一个作用 就是回应不公平贸易 美国指责不公平贸易 指责最多的就是中国 其次就是欧洲 提高外国业者进口的关税 美国的工农与产业赋税 因此可以降低 这就是川普未来 对税负方面政策的一个方向 提高外国进口的关税 让美国本身的产业关税 或者让美国的一些企业税 能够降下来 可能有人问说 你提高了外国的工业产品的关税 那是不是美国民众 就要买到贵的东西呢 我们知道川普增加中国的关税 在他任内那几年 美国有通货膨胀吗 没有 只是拜登上台之后 因为新冠疫情的问题 因为拜登滥发福利 让联邦开支不断增加的问题 特别是拜登的能源政策 限缩了美国的传统能源的开发 让美国的汽油价格上升 而汽油价格的上升 带动了一系列产品的上升 然后拜登又提高了 美国所谓基层工人的薪资 基层工人薪资的提高 导致企业的成本负担增加 导致企业所生产的产品 价格自然也就水涨穿高了 那么为什么说川普增加 来自中国的关税 美国的市场上的通货膨胀 却没有很明显的变化 联邦储备局在川普卸任之前 还一直说要把美国的通膨 要升到2% 当时美国的通膨只有1%点几 为什么会这样呢 大家试想一下 一个产品在中国生产是2美元 他进口到美国来卖10美元 这是我们通常看到的一个比例 中国生产的产品成本非常低 在美国市场的价格 令他们有非常好的利润 好了 今天美国增加关税 增加3块钱美元 那么等于中国这个产品的成本 是5块钱 但是他在美国市场上 还是卖10块钱 也就是说他的利润空间缩小了 那么美国会不会因为 中国的关税增加了 所以调高市场的售价呢 没有 为什么没有呢 因为关税承担是在中国的进出口商 中国的制造业 他们如果说因为美国提高他们的关税 本来这个产品卖给美国是2块钱 他把它增加到8块钱 那美国的市场只会做一个非常简单的选择 就是买其他国家生产的工业产品 所以现在中国因为自身的劳动力的成本提高 土地成本提高 还有中国的很多税负成本都提高 中国现在目前的产品的成本 跟过去相比呢已经高了很多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提高中国的关税 中国如果增加售卖的价格的话 那么美国市场只会拒绝中国的工业产品 这恰恰是川普 这恰恰是共和党想达到的一个目的 把中国的工业产品挡在门外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要求美国人买美国货 或者买墨西哥 买中南美洲国家生产的货物 或许买未来以后在中东生产的货品 那么这样美国的经济 慢慢就跟中国脱钩了 所以说川普在 共和党在他党纲里边呢 回应川普的经贸政策 可以说保持了高度的移植 那么要打倒美国经济繁荣 共和党还有什么妙招呢 在相关的政策当中呢 第二点就是美国对中国的策略 共和党将会取消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 取消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 本身这个动作呢 就会导致中国货品进口到美国的关税上升 那么还有禁止购买美国的房地产 这是我们刚刚在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讲过的 还有第三个策略 就是为抢救美国的汽车工业 取消拜登政府的电动车计划 或者相关的授权 拜登现在对于美国人买电动车呢 有非常大的补贴 比如说一笔的七千美元的补贴 就可以让电动车的价格呢大幅下降 拜登的政策呢 还有一个配套措施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打击传统能源 限制传统能源的开采 逼迫市场要生产电动车 逼迫市场要接受电动车 那么所以川普 共和党在这里已经明确表达 他们未来的政策 就是未来如果对拜登的电动车 相关的补贴取消的话呢 那么在美国本土生产的大部分的汽车 都是传统能源汽车 就会获得新的市场 要禁止中国的车辆进口 这当然是禁止中国的电动车进口 因为中国生产的能源 传统能源的汽车呢 现在进口到美国本身就很少 电动车比那个多一点 但是也很少 要防止中国的车辆 进口到美国 第四就是重要的供应链项目 要移回美国 确保国家安全与经济稳定 讲到这里呢 可能很多人说 川普当了四年总统 说生产供应链转移回美国 不是也没做到吗 其实我觉得 如果要把所有的工业生产的供应链 转移回美国呢 这是一个不现实的 因为毕竟 你川普哪怕上台 你再做四年 你不能抵消 拜登在这四年当中 让美国的劳动成本升高了 让美国的很多产业链的成本 运作过程当中的成本升高 比如说 很简单 汽油升高了 就导致整个生产过程当中 没有一个产品能够避免 被这个汽油价格上升 所影响他的这个成品的价格 所以川普如果再当总统 他想让美国的工业生产供应链 转移回美国 我个人认为这做不到 但是我们要注意 这里边说的是什么 这里边说的是 确保国家安全与经济稳定 它指的并不是 美国的工业生产的供应链 指的是什么呢 一些关键的产品 很简单 像过去我们在疫情当中看到的 口罩呼吸机 还有一些医疗用品 过去这个供应链 已经基本上被中国掌握了 所以在疫情期间 美国想找口罩没有 想找呼吸机也没有 一些医疗设备也没有 现在共和党这个党纲里面 所说的是 重要供应链项目移回美国 它并不是说 要把普通的生产供应链 都移回美国 那个普通的生产供应链 不能移回美国 只能把它移到 美国信任的国家 比如说中南美洲 比如说我们经常在节目里面 提醒大家要注意的 中东的新经济走廊 那个普通的生产供应链 转移到那里 但是有些关键的 涉及到美国国家安全的 就是我们刚讲的一些 关键的药物 关键的医疗器械 还有晶片等等 这些都要转移回美国 从而提高工作机会和薪资 第五就是要购买美国货 雇用美国人 要强化这个政策 那些凡是把工作 移除美国的业者 不能够获得联邦政府的生意 就是联邦政府 其实它也是个大客户 它每年会发出很多合同 如果你的企业 把工作岗位移除美国 可能会达到一定的标准 我想很多企业 比如说像沃尔玛集团 这么大的企业 它不可能在国外 没有它的分支机构 但是这里边 要达到一个什么标准 你才得不到联邦政府的合同 在这个党纲里边 没有细分具体 我想只有等 如果川普真是当选总统的话 可能会有具体的政策 最后 要让美国成为超强的制造业国家 透过保护工人 避免不公平的外国竞争 松绑能源政策 这是川普 我相信他将来上台 他一定会做的 松绑能源政策 才能让汽油价格降低 才能让汽车市场的价格降低 才能让整个美国的通货膨胀降低 共和党将会再造美国的生产 创造工作机会 财富以及投资 那么除了这些之外 除了经济之外 还有国防和外交 这部分集中在第十章节 主题就是透过实力回到和平 就是美国现在按川普 或者一些共和党的政治人物说 现在世界上不尊重美国的国家 越来越多了 当中有一个非常鲜活 具体的例子 就是中国 中国过去的改革开放的时候 很尊重美国 到现在呢 整天都想消灭美国 所以说 在这个第十章节里边 透过实力回到和平 要让美国的实力 重新回到强大的状态 这样才会让其他的国家 不敢轻视美国 共和党的党刚刚计划 重建军事力量与盟邦的联系 以对抗中国 打击恐怖主义 要建立这个铁穹导弹防卫系统 保卫国土边界和 重振国防工业 保卫国土边界 当然这就是反非法移民这一块 好 这里面特别提到了关于堕胎 堕胎 共和党党刚怎么说呢 我们相信宪法第十四修正案 保证未经过震荡的程序 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和自由 因此各州可以自由通过 保护这些权力的法律 再次声明了这里面 不是共和党 不是川普 剥夺了美国女性堕胎的自由 而是这个立法权 要交回给各个州 因为过去联邦最高法院 做出了一个罗素伟德案的裁决 让在整个联邦范围之内 所有的妇女获得了自由堕胎权 但是恰恰 美国的宪法当中 没有规定这个堕胎权 是掌握在联邦手上的 所以现在要 要拨乱反证 要把这个堕胎权回到各州 让各州议会去制定 共和党和川普 没有决定美国女性能不能堕胎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堕胎 这个草案将会 在全体委员会进行投票 通过之后呢 我们刚讲了 在全代会就会进行表决并且通过 那好了 我们讲到这个共和党的党纲 让我们看到了 川普在2024总统竞选当中 他的竞选纲领跟过去 我们刚讲这些都是一样的 但是川普有一些不一样 跟过去呢 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变化什么呢 我觉得川普的政治主张 基本没变 但是他的政治技巧 有了一定的改变 比如说我们提过的 川普现在再也不提 抽干华盛顿的沼泽 为什么呢 没有一个美国总统 可以不跟华盛顿官僚体系合作 来带领美国走向一个正确的方向 因为决定政策的或许是总统 但是制定法律的是国会 看这个法律 看这个总统行政政策 有没有违反宪法的 是联邦最高法院 但是具体要把总统正确的政策 国会通过的这个法律 要推行的 是华盛顿的官僚体系 如果你跟这个官僚体系 水火不容的话 请问总统的政策 再正确如何推行呢 华盛顿官僚体系里面 有没有一些贪官污吏 一定有 但是你不能 华盛顿官僚体系里面 有一些贪官污吏 就把整个华盛顿官僚体系 给否定 这一点呢 川普应该说 在今年做的非常有智慧 非常有技巧 将来川普上台之后 要整治哪一些贪官污吏呢 我想最起码司法部 司法部就是一个最值得整顿的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机构 有什么问题 就解决什么问题 但是作为总统 跟华盛顿官僚体系的合作 是必不可免的 除了川普再没有提 要抽干华盛顿沼泽之外 川普现在在言谈举止上 也非常的节制 过去川普经常被民主党 被左派媒体抓住把柄来批评 就是说川普什么 喜欢讽刺人 喜欢挖苦人 现在川普面前放了一个 最值得讽刺挖苦的目标 就是拜登 但是川普一改过去 经常用一些尖刻的语言 来讽刺拜登 川普对于拜登和他 在辩论当中的表现 在这一段时间 川普没有用一些 非常尖刻的语言去讽刺他 川普在佛里达州 这两天举行了造势活动 这是6月27号 他跟拜登辩论以来 他只举行了第二场造势活动 所以我们看到 川普的政治智慧尽量低调 川普的低调 就让所有的媒体的焦点 所有美国选民的焦点 就聚焦在拜登 6月27号在辩论当中 那个可怕的表现 连奥巴马的前政治顾问 艾克塞罗德 在社交媒体上也发问说 川普没有过多谈论 拜登的糟糕的辩论表现 川普的团队 没有大肆宣传这件事情 什么意思呢 因为如果川普去 用过去的风格 去讽刺拜登的话 民主党左派媒体 就可以抓住这个事情 来批评川普 让大家忽略了拜登 在辩论当中的恶劣的表现 而川普在接受 霍射电视台访问的时候 他谈到拜登的表现 他的批评也相当的克制 他没有去评论 拜登的病情如何严重 川普只是在访问当中 他说他那天跟拜登的交锋 觉得很奇怪 因为在那个辩论之夜 他觉得拜登在好几次 他有几分钟的时间 回答一些问题 而拜登给出答案 都是毫无意义的 川普还说 可能是化妆的原因 拜登看起来脸色很苍白 说话的声音很弱 不太能理解 拜登表达的意思 所以说川普 现在政治技巧 非常大提高 川普这两天 他越低调 民主党左派媒体的焦点 就越放在拜登身上 选民的焦点 就越放在拜登身上 美国的白宫记者 跟白宫的发言人 尚皮也发生了 这个激烈的冲突 因为这些白宫记者 都在问尚皮一件事情 那个帕金森政的专家 进白宫 到底是不是 为了给拜登看病 然后尚皮也 顾左右而言他 这些记者 就穷追不舍的问 但是尚皮也 最终没有给出答案 好了 现在白宫又有新的说法 说是 这个 帕金森政的专家 是到过白宫 但是呢 他是为拜登检查身体 跟这个拜登 有没有换帕金森政 没有任何关系 也没有觉得拜登 需要做这个认知测验 一个白宫的顾问医生 或者是从外边 请来的专家 他当然没有权利 要求总统 做认知测验 没有一个医生 没有一个部门 没有一个官员 有权 让拜登做认知测验 但是拜登的认知 有没有问题 选民是看得清清楚楚的 在这点上 包括拜登的夫人吉尔 也是显得非常的紧张 非常的举止是错 他在路上被 我们 请问叫堵麦 就是被记者围 问他拜登 到底有没有这个 认知问题的时候 他对这个记者大吼 所以我们从上皮爷 白宫发言人的表现 我们从拜登夫人吉尔的表现 可以看到拜登的团队 拜登的本人 拜登周边的这些家里人 都对这个问题十分的焦虑 但是拜登坚定的说 我就是不退选 我就是要选下去 没问题 川普政治技巧 只要正确的话 那么接下来发展的形式 美国的选民 就会更加看得清楚 拜登到底有没有认知问题 如果有认知问题的话 不要把美国的选民 看成都是傻瓜 哪怕是民主党的支持者 也不是傻瓜 只不过拜登的政策 对他们有利而已 但是他们愿意选一个 认知有问题的人 来当美国总统吗 我个人觉得 最起码有很多人 不会做这样的选择 所以说川普的政治表现 跟过去不一样了 这恰恰是川普2024年 更有可能在选举当中 胜选的重要原因 好了 我们今天这个话题 跟大家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阔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阔的节目 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 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 想有些问题 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欢迎大家订阅